崇荣瑜 陛下 请您下令 你早点回去休息去吧 别想多了 可是我还不困呢 我看陛下也不困 而且我还没说完呢 我 我 我还有一句话 陛下真的我 我还有一句话 我还有一句话 我还没有说呢 我 哇 是铃仓人与舍 人与赵与杀 风间一律红 红间一场风 凡城天乱人子 空 乱世点成灯 群威绝顺濃 轻易都落入 昨日雨滴上庆 何功 无群仍满眼轻语 明月则蓝中梦绝 一刀脸像细语 往前后一遍 陛下对不起 臣不是有意的 臣这就来您起来 你看你这个丫头 这么晚了 陛下给歇息了 有什么明儿再说 陈高队 一刀脸像鸡 孤雀仰来眼轻语 命运则蓝沉默着 一栋脸像细语 这生死对于我 如云烟对藤酒 却赢彼此的幸福 通透而凝落 风雨渐阴雨红 梦见一场风 君未绝情 你真正太 欣赞 祝你 你真正快 你真正的 也许你 你真正十一 你真正 advertised 我死你 小李 字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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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弓的时候手也腰弯 知道吗 陛下 啰嗦 耐心更腰弯 不管目标来自何方 只要发现 放 谢陛下 陈领教 好了 命运在暗中摸着 一栋点像细雨 这生死对于我 如云烟对苍求 却因彼此的心风 空脱而凝落 陛下 光王殿下来了 不犯失衣 能活一时不得一时 倒是可以效仿 西汉时的皇霸 鼓励香亭小吏 续养家储 再让他们接济给 官寡贫户 如此也算是 借太皇太后受担之谜 恩责百姓 还是王叔考虑得比较周全 就这么办吧 对了 王叔 见过他老人家了吗 太皇太后身体不适 未能见臣 臣也不好搭搅 陛下 虽说不能铺张 但是家宴 还是要办一场的 只请自驾二孙 为衣绕西天寿 陛下 我这里有一份名单 请您过目 其实儿孙 这些年 竟然少了这么多 是啊 要是您和郡主 能回来就好了 听闻 卢从接渡时已逝 朕已命人前去哀悼 也不知 他们见到您和姑姑了没有 不如 趁此机会 接姑姑回来一局 太妃周折了 更何况 楚国公 也不会让他回来的 陛下 殿下 你们说的这位郡主 就是嫁去鲁丛的那位郡主吗 听说 他出嫁的时候 带走了好多秦仆 连我们紫衣局都没有 陛下 您能不能写一封书信 要个手抄本回来 华智 老奴在 没有告诉我你侄女规矩吗 陛下教训的是 我怎么了 怎么回事你这丫头啊 你说这陛下跟殿下商与事 你插什么嘴啊 不是啊 伯伯 真的好多秦仆找不到了 要是能找回来的话 多好呀 你操什么心啊 你操什么心啊 你 你在这后来 你天天哪 我这个心操的呀 开心吗 偷偷 开心点吧 昌明宫 难得有个活人气的 所以现在更偷偷了 成天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王叔 不提他了 这里呢 一阵看 下去吧 下去吧 是 你 幽默 起hof 看到了什么呢 预针房原有509人 现在有277人 这八年间 并没有执行什么真正的任务 而是全都内部斗争消耗了 那你可知将棋营有多少人呢 不知道 就不完全统计 所以记录在册的共有两万人 如今呢 剩下的不到三千人 所以你还觉得 预针房残酷吗 即便如此 预针房的训练方式 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想去一趟祁山 尽快把他们接回子役局 求颜知也正在 彻查预针房的下落 你一个人去 也不太安全 再等等吧 也是 是我太心急了 陛下 陛下 喝茶 再来一杯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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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喝不下了 你喝你喝你 喝呀 喝饱了 接着看 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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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程若渝 出来了 陛下 你来得正好 正好 你们认识一下 在下韩定 左迁牛尉中郎将 迁牛尉里的人 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啊 我也没见过你啊 我是紫衣局的新执荐人 程若渝 行了 都已经认识了 就该谈正事了 韩定 朕让你查的事 都查得怎么样了 查到了 好 请陛下公墓 好 好 请陛下公墓 请请请 伯伯 来 慢慢慢慢慢慢走 好 到底怎么了 婆婆实在没有想到 我还有当皇亲国契的命 您 您到底怎么了呀 月儿 你跟陛下的事啊 我不都听说了 别不好意思 之前陛下为你上药 您别胡说八道 那都是没有的事 脸红了脸红了脸红了 你看看 我的好侄女儿 说一千道一万 记住伯伯这句话 到时候呢 就好生地侍奉陛下 到时候 哦 对了 关键是什么 有什么事情 不能由这陛下的性子来 这个陛下呀 灵性宫女啊 都一定是要记录在册的 如果有了身孕之后 哎呀你别说了 你 不记 不记 听说他就是昨天打猎时 是封陛下那个人 听说陛下特别喜欢他 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远 我听说呀 他可能会被封为妃子 真的假的 你说这以后 补妃上之头做父皇吗 就是 是 还不过来 给朕揉揉腿啊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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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朕揉腿 你听不懂人话吗 揉腿 朕腿疼 我 我知道了 不过来 怎么还那么笨 交给你个事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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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得不过来 说吧 竹筒里写了什么 颜兄 带兵去紫衣局抓人 凭什么 就说玉珍坊私藏兵器一案 与紫衣局有关 你没有证据 那也可以先收押入狱慢慢查 一日查不到 一日不放 你 如何 想说了 对我用刑吧 不用 你的好姑姑承熙和整个紫衣局的人 都会入狱替你受刑 你不用拿姑姑他们的性命威胁我 大不了我抹了脖子 去地下陪他们 陛下 我们假装把宁和郡主秘密转移 然后试探邱炎池的反应 看看他们准备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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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怎么样 才能招的自然 不被他们发现 不招啊 什么意思啊 我没听懂 你呢 是绝对不可能会招公的那种性格 所以 只要死咬着不招就行 那怎么把假消息传出去啊 有人会替你招的 谁 陛下今日写了好几张字条 把其中一张交给程洛宇 其他的都投入火盆中烧了 高平趁他走后 从火盆中捞出了这个 穷 危险 改道落 落 落呀 这个消息 让高平信任 总会比你招过我更可信吧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做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 你就等着朕 求你回来就行了 是 陛下倒是聪明啊 知道爹爹不会让宁和活着进恒安 所以让他先去洛阳躲一躲 楚国公真的要杀宁和郡主 当然 他还要文武百官都看看 看他楚国公是何等的 言出必行 你 倒是你们 胆子大得很 知道爹爹要宁和死 居然还想虎口夺人 宁和郡主回恒安 天下主路 而且 他也只是想要回家而已 为什么就不肯成全他 回家 成全 他齐燕是嫌自己的皇位 坐得太稳了吗 他知不知道 爹爹已经命人 将安王重新借回恒安 安王又回来了 是 而且这一次 你救不了他了 安王被爹爹安入府中 亲自召开 这意义是什么 程若宇 你真的不懂吗 告诉齐燕 不要再府你爹爹 不要再过宁和的事 你告诉我这些 是在帮我 而你帮我的目的又是什么 又想利用我做什么 大人 陛下醒了 再整他 陛下醒了 齐燕肯重用你 是好事 那你作为执剑人 也应当帮他看清现在的局面 如今的局面是什么 是他的翅膀还不够硬 别急着飞 这整个长明宫啊 命最大的 就是你这条小杂鱼了 回你的好陛下身边去吧 乖一点 别总惹长齐大人生气 我听说 齐燕对他态度大变 从讨厌变成了喜欢 还有意 要拿他为妃 孤男寡女 出生入死总在一起 难免有情 那咱们俩 不也是孤男寡女 出生入死总在一起吗 派人坚守通往洛阳大小关道 令增派二十名佐子去静阳 一定要接到您和郡主 接不到 全都不要回来了 是 陛下 行了 让鱼儿过来服侍朕 你们都退下吧 是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陛下找人都没人应啊 退下吧都 好 是 陛下 冲若鱼 把链子放下 是 understand ץ告退 来 来 来 陛深睡会儿 啊 是 请 陛下 夜半惊醒 南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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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朝承若云 宫中侍寝 脱鞋啊 你怎么还这么笨 说吧 说什么 你 朝承若云 难不成 你以为朕真的是要你来睡觉的 反剑计 懂了吗 对了 胭脂看了 高公公的那个碎纸片之后 确实戏了 而且很生气 生气 他截住了 那么重要的一个大情报 又可以去丘子梁面前幽宫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人什么人啊 十万火急的 发什么呆啊 言之 真的很奇怪 他好像 他真的不想陛下有事 陛下 仇大人担心陛下腿伤 特地让奴才送药来 高公公 陛下已经歇息了 那他要放了 老公 把什么事 做了 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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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 你笑 你笑 奴才该死 记下 陛下让高公公滚 写 好好写 刘 刘 所以 丘则梁会在宁河ku 无辱城使动手 他要所有人看您和郡主如何死回家 我们要立项叛法了 你去一趟骑山 去看看那帮死士的武功如何 是否可信 自食体大 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错 陛下 我有话要说 说 如果那第三人 是您和郡主的话 屈心叵作 陛下您还救不救 您以后说悄悄话 声音能不能小点啊 您还救吗 果然是司令之婚 什么 没什么 那您还救吗 救 即便是惹怒囚子凉 化安王等纪也救 想换掉朕不难 但想指定安王继位 隔地藩王也不是吃白饭呢 陛下 那是什么意思啊 朕已经写了十二份诏书了 派韩定给十二位截度使 朕若死了 他们就会扶植新的皇子继位 那样既不是天下会大乱啊 所以 丘子凉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他现在所谓的兵权 就只是在恒安城内耀武扬威 到了外面 就是白纸一张 明白了 幻权来自于黄权 黄权落崩塌了 幻权也就死了 陛下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 这句话 很多年前 朕的老师也说过 老师 陛下的老师是谁啊 是一个白笔无侠的人 说 诚若于世气 貌美聪慧 君心甚位 不 君心大位 还想起什么好词 往上写 快 亏待不了你 回去睡吧 去去去 真要睡了 快点快点快点 你快点 程若于 程若于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得到朕的恩宠 你就得意往刑 你再敢为政武求情 你试试 回去并能思过 安芝 看着你的侄女 没有朕的允许 不许发他出来 是 是 是 程公公 程公公 刚刚那段话 要写吗 要写吗 你知道滚字怎么写吗 小的知错了 滚啊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 姑姑 陛下 您怎么了 您做噩梦了 陛下 陛下 您要是实在担心您和郡主的话 就派臣去救她吧 秋子梁不可能会杀她的 朕只是想让她入住寒凉殿 那天 探探她是不是真正的第三人 又或者 演出真正的第三人 陛下的意思是 此事如此蹊跷 另有炫尽 李全房的桂花糕 看来是与邱炎之谈得不错 还有心思去买桂花糕 不是 我是正巧路过了 去的时候呢 就只剩最后一块了 陛下 来 陛下您吵一口 吃完之后呢 心情会变好 别加桂花糕 造型呢 都精致好看 只有这家的样子 还是那么的清甜 地头 你这傻笑什么呀 我是在笑 我觉得陛下特别像这桂花糕 原来 在你的眼里 朕长得像这个呀 鱼儿的意思呢 是觉得陛下像这桂花糕 是因为 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讨喜 但是呢 料醋 味浓 尤其是这人情味 就像陛下对您和郡主一样 虽然他屡次想要害陛下 但是陛下 还是对他像对家人一样 陛下 臣觉得这样的 尽少好看 我 我 肚子饿了 我 我 没有 没有 拿着 吃吧 还凶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小心 立山 立山 护驾 还有人护驾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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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陛下 陛下 快来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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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陛下呀 徐族封锁宫门 不得让外人进出 去 是 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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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爹爹 大人 陛下的伤 恐怕 恐怕 恐怕什么呀 恐怕时日不多了 时日不多 到底是多少啊 多则 你多则一个月 少则 少则就这几天了 我说什么 哪一几天啊 给我张嘴 张嘴 陛下 几天啊 张嘴 我张嘴我 公公 少安勿躁 你们先退下 是 滚 滚 平时要你们干吗呀 领赏啊 要你们干什么呀 你想建功你就建功 想行刺你就行刺啊 我爹 爹 爹 陛下可是多灾多难 你还能干吗 刚拿到兵权 却享受不了几日 机关算尽 到头来 还不得我安排 大人 是 来人 把陛下看好了 没有本宫的允许 谁都不能靠近 是 干什么呀 陛下 你不要干什么 你干吗 伯伯 陛下 伯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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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九十九关 我们都走过了 最后一关一定要停住啊 你醒醒 你一定要醒过来 毕竟 陛下 你醒了 秋子良 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但伯伯被抓走了 寒定不在 光是李德云 怕是不足以与秋子良靠河 朕 可能真的不行 不会的 多少赐鬼门关 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次一定能过去的 真的 是真的一时大意 被秋子良分了盘 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救我的话 你也不会被刺 都是我的错 哭什么 没什么 你帮朕拿回了神采军的兵权 为朕粉身碎骨 朕为你爱上一刀 扯平了 朕的命怎么能跟您扯平呢 我的命死不足心 陛下要是死了 大仙哥怎么办呢 如是 天命也 朕尽力了 相信皇兄 和老师 你应该不会太责怪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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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肯定不认为了 你也想要续 他担心 你也请不信 他人 他你不信 知道的 他敢去权谈 这些伤害 他肯定不信 所以我最终于我 你写 是 诚实若愚 勋章理则 性自免会 甚得真心 是用命而为美人 此两天千美 不愿意 若朕有不测 军 返向归家令家 钦刺 暖度 我还记得 第一次见你时 你看着这 说真面善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女人 可真讨厌 后来 我每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都在想 我就想 这见鬼的嚣张的笑容 到底什么时候会消失 直到如今 你不但不笑 还总是哭 陛下 您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能让我笑 让我哭的人 只有您 对不起玉儿 总是让你哭 我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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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您在我身边 您永远都能看见 我笑的样子 我不哭 你跟怀之离开恒岸 你跟怀之离开恒岸 有他照顾你 朕会放心一些 我不会离开您的 我不会离开您的 您在哪儿 鱼儿就在哪儿 鱼儿就在哪儿 朕这一生 当过久物之子 当过阴怒之子 还领一个你 这么爱笑的人 为我哭成真理 此生圆满 我不会离开您的 玉儿 你以后 肯定会遇到一个 只让你小 不让你哭的人 我准 我祝福 陛下 我 我嫉妒 我嫉 我嫉妒他 我嫉妒他 那个人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有什么可嫉妒的 那个人 就一定是陛下 好吗 一定是陛下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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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来 雨泪已翻水承温 沧海已如脚生根 你忽然疑问 绕了背后的晴冷 飞虹已来云好温 世间仍花几分针 别急于故障 无论好情何良人 在天水间 秋衣红瓶唱情话 银雀中找一处欢喜自强 你忽然疼佳 暗淡将沉洒 不便看出心里面的风沙 陛下 你一定会好起来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笑给你看 你好好的水一浆 就一切都很好的 同天的门 和你作一世 在天水间 秋一方平常情话 英雀中找一处欢喜此家 碧落与真假 暗得两春发 不必按住心里面的风沙 想一天正看看谁先说还好 陛下 您醒了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您看我 已经恢复如初了 陛下也很惊讶 对不对 我也没想到 幼氏的结果术这么厉害 幼氏给你结的果 而且陛下的草药也是他给的 陛下 您担心是陷阱对不对 我也担心过 不过那草药我尝过了 倒是没有问题 只要能让陛下活 不管是什么阴谋诡计 我都愿意接着我 陛下 与其等着第三人来救我们 不如我们自救 您说呢 还是抚咯 来走 看她的 incrível 进去 是啊 真的全好了 明日就是册封大殿 大人又调派了五十个人 过来保护安王 据说 长明宫那边 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一切就等明天 那是什么声音啊 册封大殿专用的大局 我在陛下登基的时候 听到过 明日你就能再听一遍正事的了 陛下 真的要放弃吗 要不然 手足相残吗 知府 灰府 欢喜府 朕 很欢喜你 陛下 您 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以前的陛下像弓 总是绷得紧紧的 现在的陛下 以前紧绷呢 是因为舍不得皇位 总想要两全之策 可现在 什么都舍得了 反而能赢了 嗯 看不清的都在白天 没有变远 没有变迁 就没谎言 可沙场从未找我千变 我可沙场从未许下心愿 又何曾被一样想念 那旧愁危险 眼眸他脸 看爱恨谁先瓦解 飘不住的沧海桑田 唯有你变满是天剑 在口鸣腹间 山高水渊 都不能平白苍见 声音 声音下似浪红落叶 越沉重越难飘远 当空越好远 总有缘缺 怎能爱才更强烈 好比都是个流年 好比都是个流年 大量的水 很痛快 尽管 不准认真 大量的水 像水 在某些水 好 义父 很好 你很好 你是大兴的新军 大兴的希望 好 来 本宫高兴 给你亲自带上 公司 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让他来吗 想 你是新君 你说了算 来人 在 去请齐燕 请他来大典观礼 在一旁看 本宫位新君加冕 是 满意吧 对了 义父 这个王官好像挺沉的 沉 这是大兴的责任 你怕什么 只要本宫在 你承受得起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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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陛下 promotions 达wi 暁人添相 并有了好转 任谓 暂停 对 对 让神医 去齐燕那儿 让他再想想办法 给齐燕续命啊 是 来 好喝吗 好甜 太甜了 我觉得挺好喝的 多喝一点 来 好 真的好甜 再来一口 行了 行了 再喝一口 好 来人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点 快 快点 别吓你 你快躺 你病着呢 快 来 轻点轻点 快 擦擦嘴 擦擦嘴 追追追追 我放过 追追追追 放过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回来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安王万岁万万万岁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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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派人将陛下接了出来 陛下 小爬 是怎么死的 据说是中毒 舅子良爷已经在彻查此事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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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病怎么样了 去休息一下吧 陛下 梁爱卿儿 朕的身体 是很难恢复了 就算是活着 也不过是勾言残喘 所以 你要早做打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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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 要对李大人说那样的话 朕倒下时 李德云手握赵仪军 又暂时掌控了神才军 却如此轻易地 就被足自困住 还好 毫无作为 陛下 您是怀疑李大人 朕提防的不是他 而是至今躲在暗处的第三人 所以 我们要继续释入 等待对方行动 朕 这一次 我们不等 只要布下 天落地亡 引君入望 朕 大人 甘草原花 两种毒 单独一种时无大碍 但同时触碰两种的话 就会马上毙命 查出了没有 是谁 更换了竹筒 是福士安王的那个老太监 辅度自尽了 搜了他的房间 没有找到线索 龙袍呢 据上衣局招供 说是有形似承熙的人 出入过放龙袍的屋子 承熙 又是你 怎么样 陛下的伤还有多久能治好 恐怕治不好了 冰大人 冰大人 还能活多久 陛下活一天 算一天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看来下一任皇帝人选 义父要快些做决定吧 陛下 神医为何也说 您命不久已 你觉得呢 神医 也是第三人的人 帮您瞒着仇子良 那这第三人 第三人 还真的是 神通广大了 是啊 现如今只有一件事情 是真想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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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何要如此地 大费周章 去做这些 不弄清楚的话 无论是输是赢 朕都不甘心 真是ão 你的酒 有这些 姐姐 什么 我有一个姐姐 一个关系很亲密的姐姐 你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刚刚 梦见我坐在亭子里 跟姐姐吃樱桃碧炉 陛下 我小的时候 吃过韩岳将军家的碧炉 月儿 你可知道 韩岳身为左金吾伟大将军 位高权重 能知道他亲手做得毕落的人 那绝非寻常之辈 小孩能有如此殊荣的 更是寥寥无极 那太好了 我要是按照这条线索查下去 是不是就能查到 我自己的身世了 怎么了 陛下 您不为我高兴吗 不 朕还高兴 我明天去甲库偷偷看看 看能不能查到些什么 快睡吧 这条线索查下去 让你能查到 这条线索查下去 如今 不安 你 要几乎 这条线索查下去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这亲自抄的家 图的族 灭的门 报 何东来讯 十万火急 大人 好 很好 很好 内忧外患哪 一起来了 那就来他个 你死我活吧 这 张将这死 真是活腻了 是 大人 大人下令吧 立合上下令反兵了 下令吧 大人 陛下 大人 李德云大人 让臣尽快告知陛下 张将带着卢从残部 进犯周边 已到危急之事 这些天 张将复求节约 朝廷有意 拖言不离 他自恃不满 臣曾盗过卢从 却未料到 他竟然如此肆无忌惮 这么快就赞燃战火 他就赞燃战火 如果有必要 就赞燃战火 立法 他竟然如此 就赞燃战火 首次 尔顿 这家后 他就赞燃战火 这家后 犯伤作乱 步步紧闭 而我大星看似威武 实则软弱 反正在一而载 载而三的侵扰 这一战 是避免不了的 可终究 要怪臣的无能 臣从不认为陛下无能 不认为陛下无能 朕已有解决之策 不行啊 请您发明瓦师 反正兵瓦的队伤 如今两边开战 兵力粮草 全都不够啊 大人 要不 要不议和吧 就给张江封个节度室 再嫁个郡主 郡主过去 如何 对啊 大人议和吧 大人 大人 合金吧 实际真的不错 此即可行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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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虑一下吧 不认为吧 需要什么 和膜炎一罕 大人 叫神医过来一趟 其实 契海浮洞是好事 意味着大人 负担练功又有突破 事宜闭关修炼 只是 现在的时机有些不巧 内忧外患 本宫这个时候 哪能静下心来闭关 左鞠回来了吗 战火四起 路全断了 他来信说要玩忌铁 朕无 卢丛 像是商量好的 靠这帮庸才 还是不行 可是 又不能交给李德云 李德云想必已收到了 卢丛的消息 传令下去 就说陛下 身体不好 需要静养 免出一切证物 外臣一律不得觐见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 让陛下见到李德云 是 陛下 急什么 来 来 坐 来 喝口茶 李德云都跟你说什么 陛下怎么知道 是李大人给我传的消息 雄武军使张忠如 特派军力到河岸 见了李大人 请求率兵 征伐张将 那李德云 具体都说什么 李大人说 陈印台张将等人 都是先兵变 后上奏 不可用 而张忠如不同 张忠如上表不成 仙臣密宽 应而可用 那你怎么看的 卢从这地价 来不下去了 承天不是你的 就是他的 不认识 不管谁上去 都一个样 没有一个把我们的命 看在眼里 我这把老骨头 怕是整不下去了 娘 您再坚持一下 再走实力 就到张忠如大人的底盘了 哪里太平行 能给咱一口饭吃 我之前到卢从的时候 对张忠如有所耳闻 张家世代在卢从 威望极高 战乱令百姓流离失所 张忠如主动收留百姓 民心向之 世代驻少 威望极高 张家也有可能 想把卢从 当成刺流之地 为所欲为 臣认为 总好过于 陈印太张江等人 陈印太张江等人 对于卢从 只是匆匆过客 毫无家乡情谊 而张忠如对卢从 就如同我对恒安 这是我的家 我总是希望 家乡越来越好 太平祥和的 朕知道了 来 你看这里 张江的军队 已经深入到这里了 边境地方军 素来无能 挡不住也很正常 那神才军呢 神才军的主力 以为邱子梁派去别处 一时间 也分身发疏 陛下 要不然让我去刺杀张江吧 这次不同 上次卢从表面上 是在等朝廷受接 陈印太不知你底细 所以才得以顺利探查 可这回 张江有了戒备 单枪匹马 肯定不行 陛下 若是您有什么应对之策 一定要告诉鱼儿 鱼儿一定竭尽所能 说他真是昭若之变的 忠臣遗孤 陛下 陛下 不如前去鲁丛平定鲁丛之乱 但解决鲁丛一事还不够 眼下还需 另辟袭境 比如 争掉各方兵马 陛下的意思是 从各地节度使要兵 没错 凡政割据 一直没有盘完 一是邱子良的因为 而是彼此忌惮 这个时候 独聪要是斩得先机的话 怕是节度使们 都不愿意看到 所以找他们借兵 希望很大 是他 是的 但是邱子良 是不可能让节度使们 联合起来为朕所用 他必会阻拦 都什么时候了 国都要没了 他不过是 一介燕奴 对他来说 谁当这个皇帝并不重要 也许莽夫上尉 比他来说更为有利 不服的人越多 他就越能控制这个朝堂 不生气 我是替陛下生气 朕不气 那我也替陛下生气 全天下的人都觉得 是陛下抢了皇位 可事实呢 事实是先帝给囚子良的权力过大 把他养得那么可怕 最后又把烂摊子甩给了陛下 这样的皇位谁又想要呢 玉儿呢 谢谢你 这是陈殷敬的制作 陈不灵险 之前重重艰难 如果是为了让朕遇到你 谢谢 那么即使有证一日 查出朕是你的仇人 要为此付出代价 朕也觉得 是值得的 是 养死的 是 这是 公司 是 有 这 不是 这是 是 外面多了好多侍卫 看来仇子良也担心陛下有所动作 意料之中 那怎么办啊 没有陛下的手谕和兵符 李大人要如何争调兵马 就算有朕的手谕和兵符 也未必有用 可是那起码名正言顺啊 小之以情 幼之以利 此即可行的 陛下 您笑什么 最近 吟笑的次数好多啊 跟你在一起开心 开心随小 都什么时候了 来 月儿 派朕躺一会儿 这 这什么这 那我就勉为其难 陪您躺会儿吧 月儿 你真的想帮朕吗 当然了 那有一个办法 恐怕你不会同意 我同意 不管您说什么 我都会同意的 真的吗 真的 那你走吧 您说什么 离开朕 离开恒安 我 我不会同意的 唯独这一点我不会同意 我不会离开陛下的 寒定至今不知生死 我走了 您一个人怎么办 但战狼可平 百姓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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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不怕 我真的 不想离开您 玉儿 你听好了 一 你发誓会听朕的话 二 战火弥漫 会死很多无辜的人 三 朕答应你 一定会成到你回来 要相信朕 一如朕 等他相信 好 太皇太后 您不能进去 求公公有令 让开 哀家倒要看看谁敢阻拦 不认为公公 太皇太后 参见皇祖母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们一个两个 全都瞒着哀家 是不是觉得哀家老了 无用了 这么大的事 若非则您告诉我 哀家还不知道呢 华 陛下 后来 距离第一日 我要 救出我 commissions 这是平凡啊 做什么 剑碧 都是你 若不是你 陛下也不至于受伤至此 可是这些 也并不都是鱼儿的错 看看 看看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哀家都听说了 你是为了救这个剑壁 才受伤的 你可是九五之尊哪 只能他替你挡剑 你怎么能替他挡剑哪 鱼儿也保护了朕呢 但是哀家看到的 是他活蹦乱跳 而你呢 哀家的孙儿 却站都站不稳 却站不稳 太皇太后说得对 奴罪该万死 孩子 还在吗 没了 那你还留着他做什么呀 还不请出宫去 滚 皇祖母 皇祖母请息怒 鱼儿他身受重伤 现在需要好好地静养 况且 朕的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服侍 请皇祖母开恩 可依照别的宫女服侍你 可以照别的宫女服侍你 这个程若鱼 哀家绝不允许 他再留在陛下身边 你还有脸留在宫里吗 我 玉儿 颜儿 你还要让哀家操碎心吗 前出宫去 不许他再回来 玉儿 如今朕 被软禁在这个地方 只能想个办法 让你离开 我不走 现在最合理的理由 莫顾玉 太皇太后迁赌于你 要将你撵走 您别赶我走 好 我 傻瓜 朕怎么可能赶你走呢 听话 你要是这么 这么哭下去的话 朕会很难受的 玉儿别哭了好吗 朕之所以让你这么做 朕的安慰 朕知道了 朕的安慰 对鱼儿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是因为朕是大兴之主 既是大兴之主 朕就要对得起这个位置 就要对得起这个位置 此一局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无心如剑 陈恶出现 无剑如心 护过中军 朕之后 所以 朕要你的忠诚 可有意义 明日你被拈出功后 秋子良 必会派人跟踪你 你很危险 但朕相信 你一定可以 化解这所有的危险 我会解决 因为我还要活着回来 你只要活着 朕就能活着 为了让陛下活着 我也一定会活着 我们一定都会活着 你来得正好 把你的宫带回去 宫秀在哪 你自己拿 陛下 你这又是何意 皇祖母 皇祖母 皇祖母您敢揍一个 朕也敢揍一个 这样才公平 不是吗 愿赌服输 你怎么不问我是怎么绣的 找别人绣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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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又要去猎狐吗 昨日就没有上草巢 今日怎能不去 皇祖 在 教教你侄女怎么说话 是 陛下 怎么跟陛下说话呢 那也不能任由陛下胡闹啊 你 陛下 是不是那个求颜知 逼你不让你上草巢啊 请跟朕学射箭吧 上阵的吧 硬 上朕的吧 硬 进 臣自己也不想上仇 为何 去了也做不了什么 反而令朝山们失望 与其让他们失望 还不如不去 还能留点期待 就像是狩猎 如果猎物一开始 被一剑射死的话 那这一剧 马上就会结束 如果猎物 一直没有出现的话 那边 只能耐心地等 好剑法 所以 作为猎物 知道该如何做了吗 实力不足时 藏匿 在猎人疲惫 历劫时 一击而终 小心 陛下 搜查四哥 陛下 你有没有事 疼不疼啊 我被你砸得疼 哦 进入皇家猎场 当职守卫共计一百二十人 有嫌疑者六人 皆是本该当职 或者中途离开的 我也没有人继续实行 很快便有答案 不是没成功吗 何必如临大帝啊 刺客目的不在刺杀 而在嫁祸 谁啊 我 今日奇艳遇刺 而我恰巧没带足子 好似我故意为之 谁啊 子夷局 爹爹愁将满天下 不可掉以轻心 冒失前 我要看到贡赐 还有 出去吃 收拾 陛下 此事一定要彻查 不能就这么算了 定是那个求颜知 这是 你扶朕走过时 朕沉寂拿到的 此剑没有脆毒 也没有放血槽 就算射中的话 也并不会是重伤 此人并没有想要陛下的命 那是为何 谁会知道我们近日去狩猎 求颜知 那又是谁 能潜入戒备森营的皇家狩猎场呢 降棋营的老鼠们 那朕若受伤了 谁最得礼 求子良 陛下 既已知晓答案 臣正就去教训他们 正是因为答案太过于明显 所以才不是 那 求子良若想动阵的话 直接开口便是 也不需怎么做 这 亲人之时 有大漏洞 漏洞 刺客得知 朕带你和长齐人 去狩猎 你浑身乏力 长齐人也不会武功 身边还带有族子 若你是刺客的话 你会怎么想 假装族子 混在暗卫之中 但是 求炎之今天没有带作造 这就是漏洞 此人的最终目的是 驾护我求炎之 若是朕没有猜错的话 循着铸铁之人去找 这枚案件 必是囚服所致 是 查出来了 死了 什么 六个人几乎同时口吐鲜血 全死了 被咱们抓来之前 就已经灌了毒药 什么毒 随处可见的老鼠药 接下来做点什么 等 有一就有二 我不信没有后证 陛下 臣没迟到吧 陛下 今日不上早朝的话 去做什么 昨日发生那样的事 总不能还去炼弧吧 陛下 今日 去河安城逛逛如何 太好了陛下 那我们去制铸铸铸面 铸铸铸面 那是什么 陛下没吃过 可好吃了 臣带您去啊 陛下 陛下 你 看 Knox 对 是不是 都跟繃誓 辈子 是 不anos 还 保兾 女人 能轻松点 可没想到陛下竟如此贪玩 这不可以呀 走开